2019年3月11号星期一 欢迎收看光明新闻通 让你掌握新闻时事一点就通 来关注今晚的焦点新闻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 同父异母的长兄金正南 2017年2月13号 在吉隆坡第二国际机场中毒身亡 当时就有传这是女特工下的毒手 事件轰动全球 当时只有两名女子 也就是来自印尼的西蒂埃莎 以及越南的段式乡被捕 并已经被提供上庭 案件审讯来到今天出现了重大转折 山南高庭今天撤销了 对西蒂埃莎的谋杀控状 当庭释放 但这并不代表西蒂埃莎无罪 高庭法官是在聆听了 主控官向法庭陈述 指控方是收到指示 测销对西蒂埃莎的控状后 才会做出上述的宣布 但并没有说明测控的原因 也没有说明是否会改以其他的罪状 提供西蒂埃莎 这就给大家留下了大大的问号 案件中的另一名被告 也就是来自越南的段式乡 他的代表律师就指出 只测销西蒂埃莎的控状 对面对同样控状的段式乡而言 是非常不公平的 他因此也会提出同样的策控申请 法庭交由总检察厂决定是否接纳这项申请 换个焦点 周日凌晨的一场大雨 让冰城稍微凉快了一些 不过我国泛岛却有14个地区 没有那么幸运了 而是进入了一级热浪的这个情况 而所谓的一级热浪指的就是 该地区连续三天的这个最高气温都在35至37摄氏度之间 这14个地区分别是吉隆坡的甲洞 深美兰州的哲勒布 彭亨州的文东 拉乌 淡马鲁 马兰 以及额连突 霹雳州的花辣江沙 上霹雳县 华林 玻璃市的朱滨 吉达州的西县 本铜 以及哥打市打 那么接下来这则新闻 不懂会不会让你听了凉快一些 说的是能源科艺环境部长杨美盈 与40岁的IOI产业首席执行员李耀生 有情人 忠诚眷属了 他们就选在今天 在双方家长的见证下 进行了注册仪式 从照片上 大家是可以看到 一身白色无袖套装的杨美盈手持鲜花 而李耀生则是身穿宝蓝色的西装 完成了这一桩人生大事 而据了解 两人将在本月的29号在布城 Lee Meridian酒店举行婚宴 而根据早前的报道 消息指出 我国著名的歌手 光良及梁静如 也会在婚宴上献唱助兴 换个焦点 2018年大马高级教育文凭 SDBM考试成绩今天放榜 全国共有666名考生 考获满分4.0 而槟城就占了其中的41人 槟城孔盛庙中华中学 在2017年SDBM的平均积分为2.9 但2018年的SDBM考试的表现 则是大跃进 提高了0.47分 达到了3.37分 成为全兵之冠 而另一方面患有先天性肌肉萎缩症的特殊学生 黄正祥虽然不良鱼行 却无阻他学习的热忱 靠着坚韧的毅力在SDBM考试中 考过3A1A级的成绩 其精神值得大家学习 这一节的新闻就给您播到这里 我们下回再见 饮用Oakkin Sport让您找回健康 好处是 舒缓便秘 减重 帮助提升运动表现 控制和降低血糖 助于肌肉发展 降低胆固醇 增强免疫系统 加速新陈代谢 助于提升身体续航能力 延缓骨质流失和关节疼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